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风跟雨是哪一个比较强呢 对于北台湾来讲 因为它到了今天入夜的时候 它的中心也会非常非常地接近 台湾附近东北角这个地方 所以北台湾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震风 跟强的降雨的时刻 今天傍晚以后一直到今天入夜 甚至到明天清晨 都是北部地区跟东北部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风跟雨我们强调都很大 那么另外在中南部的朋友而言 中南部可能就是有中央山脉的屏障 所以雨的感受没有那么强一点点 但是风的感受可能会大一点 因为这个风从北边下来 所以经过了台湾海峡会有个血管效应 所以这个风是一到中南部地区 可能会有点加强的效果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的感受上 就是一阵一阵的感受了 这个是目前从卫星云图上面 可以看得到的 中心点的位置距离我们是300多公里 不过现在我们台湾上空 有一些云层云带持续扫过来 这个是台风主要的一个外围环流 目前也正在影响台湾 是 小海峡了解到 似乎全台湾几乎都能够感受到 这个台风的影响 不过今天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 大家持续的感受就是一直在变 所谓的变就是说 这个原本停班停课的标准 怎么有一些地方一直越变 原本昨天晚上宣布要正常上班上课 像今天花莲很多民众就抱怨了 到底实际的影响是什么 像昨天的预报到今天的修正 这个台风对台湾的影响 包含它的威力还有它的这个路径 影响的时间点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其实台风的走向 我们一直每次抱台风的时候 我们都告诉大家 其实台风没有很乖的 不是说我们给它什么路径 它就走什么路径 那个路径是大家预测出来的 那么雨势跟风力 现在都做了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像雨的部分 昨天晚上开始 宜兰县也是在大同乡这个地方 虽然台风的外围环流 只是持续的扫道而已 宜兰大同乡这里 昨天入夜到今天凌晨这段时间 连续四到五个小时 都是高达四五十毫米 这个累积的雨量在一直下的 所以目前宜兰地区的雨势 算是最猛烈的 那么风势的部分 哪些地方最强呢 像是风的部分 现在看到 像是台东 还有像是花莲 台东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部分 为什么台东地区 一下子会有些地方 乡镇市宣布要停班课 主要就是因为台东 比较靠北侧的部分 因为它靠台风的 暴风圈是比较近的 目前台风的暴风圈 大概就位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这个七级风暴风半径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我们看到台东 比较靠北侧的部分 它的风力就比较强一点点了 我们刚侦测到 像是在台东 往这个北部的地区呢 台东的北侧 这里的最大风力 大概有十级的强震风 所以要不要停班课 这个是当地的 县市政府的一个考量 可能县市长觉得说 这个还是有停班课的必要 所以还是停班课了 那花莲后来也是宣布 十点钟以后 要停止上班上课 这个是花莲跟台东的 主要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们的地区 是比较狭长型的 所以当然台风的影响 会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 稍微往西偏一点点的话 就要停班课 那么刚家伟问到 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也要顺带告诉大家 这个台风它现在 太平洋高压势力非常强 所以它的势力 是逐渐在往西移动的 所以刚刚我们在这个 刚刚空档的时候 家伟在问我说 这个台风 有没有可能往外偏出去 我说机会不太大 因为现在太平洋高压势力 看起来它是比较持续的 把这个台风往台湾部分来压 所以接下来有可能观察 是这个台风会离台湾 再更近一点点 而不是会偏出去 那么更近一点点 是不是风雨就会变得更强呢 所以北台湾的朋友 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对各个县市首长 要稍微多一点点体谅 那么北台湾的部分 风跟雨势都很大 这个是不容忽视 不容小觑的 而且它现在中心的最大风速 其实每个小时 如果你有再收看 我们的气象的话 在上一个小时 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来到 33公尺 这个是一个中度台风的下限 现在它又增强了 来到了中心最大风速每秒 35公尺 暴风圈虽然还是维持在 180公里左右 但是它的中心最大风速 持续在增强 这个可以观察什么呢 这个台风未来 是不是还有再增强的空间 目前看起来是有的 有再增强的空间 对北台湾的威胁 当然也就会变得 比较大一点点了 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 要稍微注意一下 北部跟宜兰地区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因为是在被封面嘛 有中央山脉屏障 所以相对比较之下 其实是还好的状况 但是到了今天下午 中南部还是会 有一点点短暂震雨发生 那么值得关注到的是 在中部的山区 因为中部山区 每一次台风在这个附近的时候 通常中部山区的雨量都很多 那么刚刚台中和平乡 已经累积了 大概50几毫米的雨量了 这个雨势呢 在中部的山区 可能还会不断地再下下去 是 小婉 那这样说起来 感觉台风还持续在增长 而且这个路径看起来 是持续往台湾更靠近 这样的影响时程 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就是说原本可能说 只是插边球 现在变得越靠近 暴风圈触路 会不会有可能登陆 以及接下来影响台湾的时程 会不会更加长呢 好 暴风圈有没有可能 中心位置有没有可能会登陆 这个目前当然是不排除了 这样的机会的 我们刚刚讲到 刚还要带大家看一下 这张图表 为什么台东地区的风很强 我们看一下七级风暴风半径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在周围 这样子的风 强风扫过去 所以台东跟这个花莲的附近 才会感受到 一下子风比较大 但是现在此时此刻的威力 台东的风势是比较强的 花莲风速稍微小一点点 那么北台湾上次 彭加雨的话 这个风也是很大的 北部地区不要忘记了 今天晚上的风雨 会越来越大的 那刚讲到的影响时程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张整理的图表 今天早上这段时间 预估是暴风圈 刚讲到了七级风的暴风圈 会接触陆地的时间 最大的预估值 有可能性接触的 就是在十点钟 也就是在现在这一刻开始 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左右 就是它的暴风圈 整个碰到台湾陆地的 一个时间点 所以风势跟雨势 会逐渐加大 东半部地区 会感受到一点点 间歇性震雨 北部地区呢 你会感受到 这个风慢慢变大了 因为台风 这个风力在北台湾山区比较多 它会有点绕山的感觉 所以北部地区 除了短暂雨 会持续增加之外呢 风力的感受 也会越来越清楚的 值得关注到的是 今天的下半天 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 四个字 台风正式的影响 所以今天到了越晚 是风雨越大的 关注的时间点 是在傍晚的这一刻 傍晚北台湾 就会感受到 比较强烈的风跟雨势了 那么花莲值得一提的是 可能稍微早一点点 可能三点到四点左右 等到台风的暴风圈 经过这个东南部的海域的时候 花莲地区的感受 就会比较强一点点了 那么到了下半天开始呢 北台湾 宜兰跟花莲的雨势 都会持续变得比较显著 刚提到了中南部地区 是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 那么到了今天 礼拜一的傍晚到午夜 这个时候要关注到的是 十极风的暴风半径 十极风的暴风半径 它在靠近这个台风中心 比较近的地方 所以它的风力是更强的 好 十极风暴风半径 有可能会触路 今天的傍晚到晚上 到午夜这段时间 特别注意 我们特别提醒了 北台湾跟宜兰跟花莲 而今天入夜呢 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凌晨 这几个地方 都是风大跟雨大的状况 那么明天早上 暴风圈才会逐渐的脱离本岛 那么讲到了明天的暴风圈 逐渐脱离本岛 有没有可能明天早上 大家一起床的时候 可能会担心说 礼拜二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课啊 我们就要看一下明天早上 这个是礼拜二的暴风圈的位置 真的有点尴尬 暴风圈最南端 它正好就压在北部地区 有没有可能会停班课呢 这个就要看看今天晚上 北台湾的县市政府 做的一个最新决定了 那么另外刚讲到了 风力跟雨势的部分 要特别提醒一下 北北季这一次的雨量 可能会爆大量 因为它的中心点位置 今天入夜这段时间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偏进来一点点 会登陆 所以在北台湾的山区 预估600毫米雨量 宜花东呢 以宜兰地区最高600毫米雨量 那么在陶竹苗地区呢 因为是北部的山区嘛 500毫米的雨量 这个部分要特别关注的 这个雨势跟风势 今天晚上北台湾的朋友 都要特别小心 而且一路会到明天清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